嗨,欢迎回来欧家生活 今天要介绍的是 预算内简易婴儿房布置与好用小物 之前在旧家拍过一只婴儿房有关的影片 是哥哥的房间 现在过了两年多生了妹妹 也来介绍一下在新的租屋处 妹妹婴儿房的布置 当以前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 有一整间房间可以用来做婴儿房 但是现在有两个孩子 所以婴儿房只能使用一半 另外一半是当储藏室来使用 所以有的时候 也不见得要整个房间都拿来做婴儿房 只要是一个角落 可以让孩子睡觉 放衣柜也许就够了 因为台湾的空间比较小 这是哥哥以前用过的婴儿床 是我在一个脸书社团 大家也可以去搜寻看看 叫做Play It Forward 上面看到有人要赠送 我就赶快私讯去跟他拿 也带了一个台湾的乌龙茶蛋糕当作回礼 送给对方 这个衣柜是因为现在的孩子衣服变多了 另外买的 当初是要挑一个 可以当作尿布台来使用的衣柜 所以长宽高都有认真地计算过 也看过一些买过的人拍的影片 要确保它是单手也可以拉得开的抽屉 因为有的时候要一手抱小孩 另外一只手拿衣服 如果单边就可以拉开 会比较顺利 之前的旧的租屋处 也是有放两个尿布台的空间 一个在餐厅 一个在婴儿房 现在是一个放在客厅 一个放在婴儿房 这样的好处就是 不用抱着小孩走来走去 找尿布台换尿布 可以就近换尿布 客厅的这个尿布台 是我用以前一个前室友不需要的书桌 把它的上半部拆掉做别的用途 下半部漆成白色 拿来当尿布台 配上这个尿布垫竟然刚刚好 下面是放两个小孩 每天脱下来的衣服 因为小孩的衣服 我会使用洗衣机 一小时迷你洗脱烘的功能 每天都会洗一次 在烘干的过程中高温消毒 也会比较卫生 Ethan跟我想要有夫妻独处的空间 跟有品质的相处时光 所以我们没有跟小孩一起睡 是靠着摄影机 知道小孩的状态是什么 所以有放了一台摄影机 在婴儿床旁边 这是以前姐妹合送的 我也没有用过其他的牌子 所以无从比较 它是不是最好用的 但是我们连用了两胎 兄妹都是用同一台 它可以侦测小孩的哭声 口鼻是否有被遮住 也可以放白噪音啊 摇篮曲 哄小孩睡觉 有的时候我在主卧室做事 婴儿在婴儿房小睡的时候 我就拿旧的手机 当做荧幕来看看小孩的状况 它同时也可以监测 空气中的温度跟湿度 来确保这个环境 是不是让孩子可以舒服睡觉的 如果你是一个正在准备 要生小孩的孕妇 亲朋好友 准备礼物想要送给你 可以考虑做一个baby registry 把自己需要的婴儿用品 详细地列在清单上面 让亲朋好友可以依照自己的能力合购 或是认领一些你需要的婴儿用品 免得收到很多重复的礼物 baby registry是一个让送礼的人跟收礼的人 都皆大欢喜的一个好方法 那在婴儿房的墙面 我没有把布置全部做满 墙壁上放了一些有特殊意义的东西 这幅画是我们在搬家生孩子之后 姐妹的创作 一家四口四颗蛋 象征着盼望与新生 这三个钩子也算是有实用性跟装饰性兼具的摆设 一个是挂小孩的浴巾 中间这个是挂我在小树市集买的衣服 推荐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小树市集 它会寻回的在不同的地方有二手市场 婴幼儿相关的东西 从玩具到衣服到手座等等 都可以去挖宝看看 没有设计以后 如果抹宝 je期吖 还包暂时 水 巾 filos 融 汗 炸 2 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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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